大家好,我是太平洋海岛線的企劃June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翩翩菊島海目哥的澎湖 雖然大家都聽過澎湖這個地名 但你知道澎湖其實不是一個島嗎? 澎湖呢,它是由大大小小總共90幾個島嶼組成的 這些島嶼座落在台灣海峽上 共同竄起了澎湖美麗的風情 如果你是夏日來到這個美麗的海島 那最有名的當然是水上活動啦 您可以選擇搭乘透明的獨木舟 從舟底就可以看到美麗的海底風情 也可以在專業教練的帶領下 進行浮潛活動 親身體驗海底的生態之美 那如果不想玩水的話怎麼辦呢? 您可以搭乘遊艇巡航到統盤雨 欣賞美麗的玄武岩方山地貌 也可以到七美島上欣賞最有名的雙心食物 退潮時能看到它浪漫的全貌令人相當著迷 您也可以搭乘海底觀光半潛艇來到海上牧場 除了可以嘗試釣海梨之外 這裡也備有碳火讓旅客親手探考帶殼牡蠣 更有料多豐富的海鮮粥讓您大快躲移 在晚上您可以登上漁船 隨著經驗豐富的漁師一同挑戰釣小捲的樂趣 如果不想搭船的話澎湖有什麼好玩的呢? 當然沒有問題 澎湖有的許許多多的海灣與沙灘 讓您怎麼拍都拍得像網美照一般 說到網美照就不能漏掉我們的小石角雙驅橋 雪白的橋深延伸到清藍的海水之中相當的夢幻 但說了這麼多難道澎湖只有大自然可以玩嗎? 這您就錯了 在馬公市區在街道上蕴含著許多的古蹟 大大小小讓您走在路上可以尋防他們各自有的背景故事和歷史 走進篤形石村日式木造的老屋帶著滿滿的懷舊氣氛 在每個角落都能尋找到復古的感覺 而澎湖天后宮更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媽祖廟 也被列為國家的一級古蹟 結合了自然與人文動態與靜態的澎湖 是否讓您想一探究竟呢? 讓我們為您設計出最適合您的澎湖行程吧 深度享樂走心行程盡在太平洋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